然后我们可以将短的这一部分进行删除 来选择一下我们该有的墙体 在这里 我们开始来将上面的这一部分进行一个切除的操作 切片在这里使用一下 同样的对它进行一下分割 选择五元素将它这边进行一个删除 删除好了之后我们可以退回去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看到下面是接上了 但是在它的两边有一些地方已经漏出来了 在这里我们可能还要对它进行一个 再切一次 在切的时候我们要将它左右两边的这一个小的部分 进行一个结组 或是将组打开 选中它 以它的这一条作为一个参照 将这边的这一条对它进行一个切除 同样的切好之后 切好之后对它进行一个分割 删除 删除 这样 这样左边我们就这样是右边我们就已经处理好了 现在我们再来处理它的左边方法都是一样的 先将竹打开 先将竹打开 选中我们需要的这一部分 对它进行一个切片的处理 对它进行一个分割 这样我们的这一个面 我们就已经将它和我们的旁边的这个三角形的墙体 已经接上了 让它没有漏缝 在这里可能还要在下面给它添加一块 刚刚我们说过的有一个板 在这里我好像刚刚已经忘了复制 到时候在做的时候记得要添加上 在这里呢我就对刚刚已经缺失的这一部分进行了一个补齐 补好了之后现在我对它进行一个选择 然后来将这边的这一块进行一个复制和一个删除的操作 这样两边就已经补齐好了 补好之后刚刚我们做好的这一个条纹的这个东西 也应该复制到我们的右边 处理好了这部分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处理它的屋顶 我们可以先将屋顶的这一部分 Shift加记隐藏一下 它上面是压了一根东西的 在CAD上我们也基本可以来看一下 在这里它上面是压了一条线的 然后我们可以来处理一下 在压线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线的上面还有一些雕花 在这里我们可以不用做 我们直接来进行绘制和处理 我们可以直接绘制一个矩形 对它进行一个厚度的挤出 在这里也可以根据我们的CAD做一个弧形的野形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弧形嘛 虽然我们的CAD现在跟我们的模型有一点对不上 但是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绘制 到时候再来调整 焊接一下点 摆放一下位置 在这里可能要FFD一下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先把位置摆放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它一个可编辑网格的命令 调整一下它的点 在这边调整完之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正面上看它没有弧形 它上面还有一个压的线条 在我们的侧立面上它是弧形的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也可以不用调整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上面的这一个 稍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他们进行一个附加 调整一下点 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所有的点进行一次焊接 然后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摆放一下位置 这个可以挤出窄一点 让它们有一个层次感 在这里我们可以上和这个肺炎一样的这一个材质 上好了材质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汇集一下在这边的它还有一个压过来的一个线条 同样的我们可以在侧历面上进行一下绘制 在绘制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看一下我们的CAD 在这里它是有一个好像狮子一样的造型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Poly面 这个地方狮子在这里说明它的这个压上的这个线它的长度应该是在狮子的下面一点点 所以它的长度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到时候绘制的时候就有一个标准 在这里我们来绘制一下 首先这个地方是狮子的部分 因为当时我们将那个CAD进行了删除 为了减省我们的空间内存 所以将这里进行了一个删除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绘制 现在我们来绘制一下 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用到我们的线 对应的在这个下面在这里开始绘制 不用线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弧形 同样的在这里开始绘制到这个地方 让它挨着我们的瓦片 这边同样的也是 找一个差不多的点 挨着瓦片 然后还要在上面再绘制一个 弧形的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CAD 它是怎么压的 它是穿过了我们上面的这一块 所以在压的时候可能还要调整一下 对所有的点 进行一次焊接 焊接好了之后 我们在这里要对它进行一个轮廓 轮廓的第一圈高度 我们现在是有了它的一个造型 现在我们来看看轮廓的第一圈的高度 它的高度 现在轮廓是应该是向上的一个轮廓 因为我们是在这个立面上画的 它向上的一个轮廓大概有多少 现在我们可能要测量一下 在这里可以大概观察得到它的第一个高度 大概是600左右 我们可以给它轮廓一个600 60刚刚应该是 在这里应该是往外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这个挤出的厚度应该是在 我们要量一下 可能在300左右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300 Shift加记 再来看一下它的造型 然后它是有一个T型这样的造型 我们可以来量一下它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数据 46和37 高度是37 长度是46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编辑 我们选中我们刚刚 画好的这一个Water加Q 将它添加一个可编辑网 可编辑多边形的命令 然后选中它最上面的这些面 在这里是用的点选 不能全选 因为我们只要朝上的这个面 选到这里之后 上面的这一圈很小的 我们可以用一下 我们的 这一个 选取的方式来进行一下调整 选好了这个面之后 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三十六和一个四十几的一个笔列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可编辑多边形里面的一个倒角的一个命令 可以先输入它的高度 高度是三十七 然后它的宽度应该是负的 四十七 点OK就可以了 Shift加计 我们可以再来测量一下 四十六四十七差不多 然后我们要向它再往上再挤一个高度 两百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圈 已经梯形的这个已经有了 选中它 再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再可编辑 多边形的命令里面有一个挤出 在这里同样的可以进行挤出 挤出的高度是我们刚刚测规过的两百 然后我们在Shift加计 看一下 有一个倒梯形这样的造型 我们现在和我们刚刚的是一样的 同样的对它进行一个倒角 在这里是倒的三十七的高度 现在它是要往外 在这里我们要改成正的四十七 然后Shift加计 可能还要再来看一下 它上面还有一个造型 在这里我们可能看不到 我们就直接挤一个可能大概 五十左右的高度就可以了 挤一个可能五十左右的高度 可能不够 在这里面再挤一下 两百 还是挤出两百算了 挤出两百 让它压过我们的 这一个 刚刚绘制的这一圈的东西 因为它在这里有一个造型 大概压过就行 那现在这一圈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在CAD上再来摆放它的位置 复制一个到我们的右边